尤其是台湾的年轻朋友 我觉得不管他们在什么样的阶段 那事实上他整个的家庭的背景 或者是说他所处的一种情境 也会让他可能有不同的选择 那共同的一个重点就是说 他能不能够在一个相对比较艰困的环境里面 他愿意扛起那个责任 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 他的肩膀到底够不够硬实 你愿不愿意扛起你的责任这个很重要 因为接下来我要为各位介绍的这个故事呢 就是他原本真的算得上是一位富家千金 但是他面临了家到中国之后呢 他选择他没有灰心丧志 他努力向上的这个故事 今年28岁的林家巧 他的父亲呢早年很有名 他是建筑物还有航空界的一个大老板 家境非常的优渥 但是之后呢他父亲生意失败了 原本不愁吃穿 现在他也被迫开始打工赚钱 才能够念完他的大学 可是现在家巧他是三家公司的一个小老板 也是一个知名的街头艺人哦 因为他很会折气球 还被称为气球大人 穿上鲜艳小丑服 画上五彩大花脸 年轻女孩拿出气球 就在热闹的新艺区街头表演 当起街头艺人 不到一分钟 转眼一个个造型气球就出现眼前 他就是气球达人林家巧 灵活的输学逗唱总能带给大家欢乐 只是这份工作背后 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这是你原本就想要做的职业吗 其实 其实 没有想过 真的是没有想过 因为我们家本来是做 跟航空还有跟建筑事业有关系的 所以可能很难想象 就是有一天我会 就是出来抛和肉面 做这样的表演 这样子 28岁婆婆乐观的林家巧 小朋友都叫她熊熊姐姐 但如果不说 一般人不会知道 十年前的她 可是生活优渥的富家千金 企业豪门的小公主 从小跳芭蕾 学钢琴 父亲林天忆 当年是中部的建筑大科 也是瑞联建设 瑞联航空的常务理事 曾以一员机票 打上了名号 小公主生活多好 就跟你讲 我可能在家里面 这个状况之前 我是没有住过公车的 对 然后我们家有啊 有佣人啊 然后我 我帮补习的费用一个月 至少到七万块上 然而就在她国中时 父亲的事业 却在一系间风云变色 宣告倒闭破产 一家八口 穷到只剩下八百元的现金 什么东西没有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常常也讲这个故事 给我学人听 我说我妈非常可爱 她说 那时候真的很想 带我们四个小朋友去跳海 可是我家在台中市 就是离海边埋怨的 林家巧当时年纪虽小 却也感受到莫大的经济压力 开始她的打工人生 高中摆地摊 靠着助学贷款念完大学 拥有一身造型气球绝活的林家巧 因为身心活泼 喜欢小朋友 大三时候就通过了 台北市街头艺人的考试 只是年轻女生抛头露面在街头讨生活 看在父母亲眼里非常不舍 我最舍不得的是有一次 我去跟老婆去台北 然后彻底跑到淡水 在老街的时候 看她表演 我们两个父亲哭了 一个女儿在那边 扮着小丑 然后再赚点零用金 那时候我们是觉得很不舍 但是也很高兴 劝她不要做 我爸他以前是房地产 还有航空业的大亨 但是他现在当一个很开心的小里长 我觉得我每次看我爸 我也觉得他的心境的转变 让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好像 做你觉得值得做的事情 你觉得快乐就好了 林家巧捏气球的本领真是了得 现在他不但是许多学校的气球社团老师 大学一毕业就获得了教育部的创业奖金 现在他手上有三间公司 年营收达到三百万 还获邀到大陆表演 平均月入十多万 比起一般年轻人要好的太多 而他说这股动力 其实就因为真的穷过 我觉得贫穷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穷过 才会知道别人的痛苦 现在的他很忙 既要经营公司 要当街头艺人 担任社团老师 还要到医院做志工 帮爸爸送爱心便当 但是他说过得很快乐 如果下次您在街头上 算看见一个女孩 从口袋里变出气球 来安抚哭闹的小孩 也许那就是林家巧 他希望有一天 可以带着气球走遍世界各地 透过表演带给人们更多欢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 相信所有的观众朋友看了心里面 其实都非常的感动 那家巧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这个桌子上的这一个奶油师 就是他刚刚现场觉得 非常的可爱 OK 家巧 我觉得你的人生也转了好几个弯 对不对 你刚才在影片里面说 你为什么可以创业成功 是因为你觉得你穷过 可是别忘了 他曾经富过 他是先富有 我们说游奢入简难 为什么家巧 你在那么年轻的岁月里面 你的家境从非常好 你想想看你的形象有那么大的转变 你本来是跳芭蕾 弹钢琴 现在你是涂上的小丑装 在街头当艺人 我真的给你按100个赞 那你的心境 为什么可以这么快的就接受 然后又给自己向上的力量 其实这件事情没有很快的接受 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其实我家里面就是 小时候状况是好的时候 我爸是航空公司的董事长 然后是地产业的 然后其实我们 其实我小时候常给明星报过 其实像我做过吴奇荣的大腿 就是很不好意思 就是现在这么大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周星池 刘德华 或者是诸葛亮 那时候工地秀很流行 很流行的时候 对 然后 其实真的转折会觉得很大 然后但是我觉得很简单一件事情 就是我 有时候我拿我的故事跟我学生讲 就是当我们家很好的时候 我是全科家教 就是我妈每一科都 帮我请一个家教老师 你说家教就要 一个月就要7万不是吗 7万可能有时候会超过 对 然后 所以她的家教费就要7万 是的 那时候真的是 挺夸张的 对对 我现在想起来 其实现在很难已经很难想象以前的生活了 但是我觉得 真的是曾经这样子过 然后后来 我觉得我跟我学生讲说 其实真的有时候人面对压力 你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要粉碎 还是你要选择你要当一颗钻石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觉得 我看到妈妈那样子 因为那时候国中 然后家庭才突然这样子的 然后其实说真的 现在很多电视机的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我讲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我平常也不愿意把我的过去拿出来讲 就像我爸他现在在当里长 或者是有一阵子我家里面很不好的时候 我妈也要抛头肉面去市场卖鱼 煎一些菜的时候 有时候路上会遇到我爸的员工 就会说 就是说董事长夫人怎么在这里 或者是有时候看到我爸还会说 等一下你怎么在这里 我爸会低头跟他说 不好意思你喝到人了 其实那个 他不好意思承认 他是他们当年的董事长 对就是曾经就是这样子过 然后我感觉到家里面需要我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 因为我是家里面的大姐 其实今天讲了很多议题 我真的都觉得蛮有感受 因为像我的弟弟妹妹 现在在澳洲工作这样子 他是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弟弟现在在澳洲当渔夫 渔夫 所以他也是为了赚钱吗 就是纯粹是赚钱 其实我是给他鼓励 我希望他可以去一年的时间 给自己历练一下 然后我们家就是三个小朋友 就是比较大的 已经讲好就是等他们回来 就是我要出一笔钱 我们要一起买一栋房子 给爸妈妈妈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们是有目标性的这样子 那我也希望他们出去了一年之后 回来也可以就是帮我 在我的公司里面可以帮我这样子 对 OK 我想请大家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台湾年轻人的生命力 对不对 我觉得像这样的故事 它真的可以激励很多人 那我要继续请教一下家俏 因为刚才新闻当中说 你现在已经有三家公司了 那你自己还在当这个街头艺人吗 其实这样的 其实我平常生活可能会有一半的时间在国外 就像我上个月才从 不是上个月 我上个月都在泰国 我去当就是国际志工去一个月 然后我自己 你还能当国际志工 OK 因为社团的关系啦 就是我是觉得 因为我有一部分工作是老师 我是学校的讲师 然后我也是社团的老师 所以我觉得我的工作 其实我每天说真的 我现在就是常常就是我吃饭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我自己的车上面这样子 对 然后我昨天从宜兰开回台中 然后今天再上台北 其实我昨天晚上的路 我听音乐一边打自己的大腿 我就是要自己清醒这样 其实我的生活就是 我觉得人不会没有时间 时间是自己伸出来的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的劳累 也是很累 所以开车都 不过真的不能疲劳驾驶 真的要非常注意 那我刚才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还有在当街头艺人吗 在我的工作空档里面 我都会去 还是会 其实礼拜六日常会看到 我只要是空档的时间 我都会在台北的街头 因为我觉得 这对我来讲 这是我提醒自己的 我不可以 这是一个磨练 对 算有些朋友知道 其实我现在说我还不错 对 可是我会提醒自己 就是我的财富是从这个铜板开始累积的 是 我的就学贷款是这个街头铜板 帮我还起来的 然后当我们家没有办法就是支付我学费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家里面需要的时候 我可能还要把这个街头的铜板 我记得有一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我那时候好像是大二板 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当街头艺人 那时候回家的时候 我故意不换铜板 我背了一袋的铜板 就是一个背包很重 那可能超过十公斤可能有 因为那一袋的铜板有五万块 那是我在街头赚的钱 然后 全部都是铜板 对 都是铜板 看她喜欢她的才艺就给她一点 对 然后我背回家的时候 就是这时候我给我我妈妈的红包 然后我看到她就是数这个铜板快乐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财富很真实这样 所以我到现在有时间 我还是会在街头提醒自己 我是靠这个铜板起来的 是 然后那时候我刚开始当街头艺人 那时候回家的时候 我故意不换铜板 我背了一袋的铜板 就是一个背包很重 那可能超过十公斤可能有 因为那一袋的铜板有五万块 那是我在街头赚的钱 然后 全部都是铜板 对 都是铜板 看她喜欢她的才艺就给她一点 对 然后我背回家的时候 就是这时候我给我我妈妈的红包 然后我看到她就是数这个铜板快乐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财富很真实这样 所以我到现在有时间 我还是会在街头提醒自己 我是靠这个铜板起来的 是 那家乔你现在的三家公司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为什么你会开三家公司 其实这样的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刚开始大学的时候 我只是一个街头艺人 我真的没有任何的 我真的没有任何的财富 可以让我去做一个创业的投资这个动作这样子 虽然我对表演气球或是我是中文系毕业的 我会写文案 我现在做很多工作是跟标案有关系的 活动的包装计划 但是那时候的我虽然有理想 但是我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后来我参加一个比赛 它是一个教育部的U-Star的比赛 那我在这个比赛拿下的总奖金是100万 OK 这又是家乔呢 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故事 这是林家乔第一次接受媒体的访问 所以这段应该算是我们的独家 他的故事非常特别 就像家乔说的 他过去其实很低调 因为包括父母亲也有他的心路历程 他有时候可能不见得愿意 把他的过程跟大家来分享 可是他认为这段分享 可能对所有的年轻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他刚才讲到就是说 他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还去给教育部有个案子 那个案子居然让他赢得了100万的 一个基金奖金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如果你想要创业 有很多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写企划 你可以写营运计划书 这个是我那个小小的讲座 这个是教育部办的 对 这是教育部的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是我用奖金的方式迎来 所以那个钱是奖金 它并不是贷款 所以不用再还给教育部 对不对 好了 教育部总算 做了一件还不错的事 可能全部都不对 OK 好 这一本 这个创业计划书 这是我人生的就是 第一本 这个绝对超过硕士的论文 比那个论文有价值多了 其实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功课 非常不好的小朋友 因为说真的 我那时候跟刚才讲到说 我全家教 平均一个月要7万块的家教费 可是我考试全班倒数第一名 对 这个给很多现在速度的不好的同学 也很大的机理 我当年当家教的时候 专家类类似你这样 所以我的收入都不错 谢谢啊 其实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说真的 我不是 我因为不会念书 让我吃了很多苦 所以我必须要就是更加倍的努力 其实我不会觉得说 好像念书不重要 其实不会 我现在很鼓励我的学生 你的职业栏里面是学生 你要好好的念书 对 家乔 我的一个好奇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让你自己这么努力 因为有些年轻人 他不管速度的好 速度不好 他其实没有你这样子 一直要逼自己前进的那种动力 为什么你觉得你要这么努力 什么 你的背后的动力是什么 其实今天有很多事情 我很不好意思说 因为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但是我可以说 就是我在我的家庭的后半段 我是一个绝对很努力的人 就到现在来讲 其实我已经还是维持大学的生活习惯 对 我到便当店跟同学吃饭的时候 我点鸡腿饭是会有罪恶感的 虽然我吃这么胖 但是我都吃比较便宜的 点鸡腿饭是会有罪恶感的 是真的 那时候因为家里的状况 我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过生活 那包括我在写这本创业计划书的时候 我跟我另外一个伙伴 因为通常这样的比赛的时间是非常的短 所以就是我跟伙伴在写这本 创业计划书的时候 我们是轮流睡觉的 对 就是我们两个月时间 我们要写一本 完成这个 对 那所以就是我跟他的状况是 还有我很感谢我的恩师 就是郑树琴老师 他现在在日本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 我这一路上真的遇到好多贵人 包括教我表演的吴奇隆团长 他在后面等我 其实我会很感谢 因为我觉得今天有工作让我做 或者是有一个东西可以让我努力 我觉得是非常幸福的 OK好 所以家巧 就是刚才我的问题也就是说 因为你是一路上也遇到很多贵人 很多的老师或者什么 他们指导你 所以你会觉得说 我不要辜负别人 你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 你要让自己更努力 对不对 另外是不是你也很希望 透过你的努力 赶快改善家里面的经济 因为你看到爸爸 从高峰跌到谷底 所以你作为他的小孩 你也希望能够帮爸爸 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其实我真的觉得是的 其实有时候我出去跟一些长辈聊天 他常常会说我们这个世代是草莓族这样子 其实有时候我很想要就是跟一些长辈沟通一个观念就是 我知道我身边有些同学他是宅男宅女 他可能会一直打电动或者他可能会翘课 其实我觉得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 我是一个穷学生的时候 反而是我心里面比较富有的那个阶段 因为我们家里要团结了 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当我们家很有钱的时候 反而因为爸爸妈妈都很忙 爸爸我要见他很难 我还记得就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国小的老师一直以为我家庭是有问题的 因为上会画课的时候 我全家人的脸都画出来 我没有画爸爸的脸 然后老师就想说 这个爸爸是不是不在还是怎么样 他不好意思直接问我 他问我妈 那我话也跟他讲 是因为我爸太忙了 我已经忘记我爸长什么样子 真的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 所以当爸爸是在事业高峰的时候 反而给你的时间几乎是零 所以你爸爸的 对爸爸的印象是非常的模糊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一件事情 虽然我很穷 但是我觉得在心里面一直推动我的是 有一部分是贫穷 因为我记得妈妈那时候愁苦的脸 那个真的在我的 辛苦的脸 对 那个真的在我的心里面 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撼 就是而且是我偷偷在那个家里面 我们家以前是透天整洞的 我是在楼梯口偷听到的 然后我一个人偷偷的 就抱我的那个破破的小辈辈在那边 就是听妈妈讲那些事情 我就偷偷哭 还不敢哭出声音 然后我就觉得 家里面有这样的状况 我好像要长大了 这样子 OK 我觉得家乔的故事 从困境当中 贫穷是最好的养分跟教育 在家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 很多人可能会好奇说 他在当学生的时候 怎么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伙伴轮流睡觉 然后用一本这个所谓的创业的proposal 得到了教育部的100万的基金 你这个创业的里面的内涵是什么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那概念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教育部会给我这笔奖金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我打过很多种各式各样的工 但是我的工我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自己当老板 我会自己批货 自己去卖 不管做多少生意我都用心 包括我在毕业季的时候 我会在门口卖花卖毕业小熊 然后我做这些生意 我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我要自己当老板 然后我的唯一的原因是因为 我希望我有社团活动的时间 因为我在社团活动里面 认识很多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朋友 因为我真的对我来讲 是一个深刻的感觉 就是在社团里面你会去当志工 会去服务别人的小朋友 往往是单亲的 往往是家庭生活不好的 然后其实我真的要感谢 就是我这一段的经历 让我觉得其实这本里面 有一部分也是因为 我社团经验得到的 就去做志工这一块 所以这里面的创业的概念是什么 你是靠什么 因为它要考验你们的 就是说你们的创业的概念 所以你的整本的精神是什么 我想要在这个产业里面 找出一个不同的东西 什么样的产业里面 就是气球还有表演的产业 所以你这个也是跟气球跟表演有关的 是的 我也是希望把这个做一个加值这样子 那刚好因为我需要打很多工 我看到很多就是不同面向的事情 所以还有我的社团经历会让我觉得 我看到这一块还缺了什么 我可以在你那家 所以你后来真的有按照你给 教育部的这个创业的这种提案 你去实践它吗 有吗 有真的有 然后我觉得每一次我在想这计划的时候 我会想到新的东西我会去实践它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要马上立刻现在 要不然你会不会有这样子机会 我觉得 这个太棒了 就是我说超过了一个研究所 对 你这个就社会科学里头直话 对 你应该就做那个 对 我必须说明人生就像堆积木 好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加巧的案例 其实它是本来对于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说社团 甚至它抓到一个核心就是跟气球有关 从那边衍生出不同的 我相信这家公司都跟这气球 是有相关的一些相关产业 所以也就是说我其实给很多年轻人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现在有逸琳跟恩孝 其实生活就像堆积木一样 趁着年轻的时候去尝试不同的机会 所以刚才我们社长也对我们这个德 德轩有这样的建议 因为他本身是大学毕业生 然后我们讲到这边 我特别提一个案子 这是一家公司 他们是做把香皂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但是常常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 这个盒子里面没有香皂 那么因此他们请了一个博士 来研究这个东西 博士就做就做很多 如果计算这个重量 好花了几千万 终于设计一套检测的仪器 然后接着找了一个专科生 他做什么动作 他拿那个电风扇锤 只要那个肥皂盒过去 没有肥皂的 电风扇就会把那盒子吹走 他的整个金额只要几千块 所以你看看 所以创意是无所不在 所以创意无所不在 但是过程当中 为什么他会选择用电风扇锤 因为他过去的积木过程当中 学会这件事情 就是用这种电风扇的技能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可是大学或者博士班的学生 他想的是要用什么 工科理论 重量理论 我们想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年轻人最重要的事情是 认分自己的工作 不断创造 在每个领域里面创造机会 当机会摩擦出火花的时候 就成功了 好 我最后请教千桥一个问题 加桥一个问题 就是那你对未来的计划呢 你希望你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个目标吗 其实这样 因为我的公司一直都会有 社团的伙伴毕业 就是他们大学毕业了 然后一直来我的公司工作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公司的分红制度 非常的高 分红制度你看看 他小小年纪 他已经有分红制度 他可以留住人才嘛 创业精神 真的创业精神 那你对未来的计划呢 你希望你有什么样具体的一个目标吗 其实这样 因为我的公司一直都会有 社团的伙伴毕业 就是他们大学毕业了 然后一直来我的公司工作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公司的分红制度 非常的高 分红制度你看看 他小小年纪他已经有分红制度 他可以留住人才嘛 对不对 创业精神 真的创业精神 其实我的概念会希望他们是我的共同的合伙人 不是我的员工而已 非常好 对那只要我的公司可以到一个稳定的阶段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的时间拿去就是表演旅行 然后不管是公益或是上演 我都很愿意去国外这样子 对OK 太棒了 来家乔 我们今天有个非常好的故事的分享 继续我们在这个节目的最后一段 还有一个也是创业成功的案例 刚才我们现场几位来宾都有提到说 其实年轻人要不断的思考 因为这个时代或许是危机很大了 那么也考验很艰困 可是平常讲也有很多机会 也因为曾经在食品公司担任业务的七年级生 他突然想说怎么那么多过期的这个食品 都落得这个被下架了 然后要不然就扑通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的命运 所以他怎么样 灵机一动 他成立了这个极其品公司 成功的打造商品 结果让厂商消费者多赢的一个局面 过去即将过期的食物商品难逃被下架 丢进垃圾桶的命运 这在三年前 担任食品公司业务的七年级生黄俊祥 看出了将被爆销的极其品严重浪费 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联手替准备载到垃圾场的商品 找到了商机 我们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品质是都是完好无缺 那就这样子把它浪费掉 报复价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才会有几种诞生 在这里 商品是依照保存有效期限来定价 和市面上同样商品比较 有机会以一折价格够得 对于预算有限的消费者来说 真的是生成大 就是像第一个东西 它原本有效期限可能只有一年而已 那它可能到现在 它只剩下五个月 或者是三个月四个月 那我们如果剩下五个月的话 可能是说它剩下二分之一的消息 那我们就会以末端售价五折受服 那如果是剩下三个月四个月的话 可能以末端售价三折受服 像我自己还蛮喜欢买日本的产品 那像我刚刚有挑到这个 就刚才发现 对啊 就是外面它一盒可能要四五十块 可是在这边两盒十五块就可以买到 除了吃的 就连彩妆 生活质用等名声必需品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像这款在市面上几乎已经绝集的手机壳 竟然在这里也能找到 让客人有一种寻宝的快感 黄俊祥说 因为商品的生命周期短 所以维持货云的多样性非常重要 我们商品基本上都是限量的 为什么是限量 因为它是极其品 所以它是一批一批限量 可一不可求 所以我们每一周都会开发 十支以上不同的商品吧 我想要跟你们采购一些极其品的话 我要跟你联络吗 见过来源都是知名厂牌 恰谈业务的过程中 难免有厂商担心 自家商品在极其品店部贩卖 会影响到他们正常通路的销售 刚开始 黄俊祥他们吃了不少闭门羹 因为他会想说 为什么我的商品要这么便宜的卖给我们 但是我们就是真的是以 不想要浪费这些食物的理念 或者是去省钱的食物 或者是帮助一些 帮助人的理念 然后去说服我们的厂商 然后因而他才会觉得说 既然我这些东西要报废 那如果我可以少 报废它也是需要成本的 那如果我可以少赚一点 然后又可以帮助到别人 又可以回馈到社会 那何二人不为了 本职省钱 习物 助人的理念 成立短短三年 业绩已经翻了1.7倍 年营收破亿 目前有七家门市 拓解计划还在继续酿酿中 这位青年籍生 用独到的见解 让垃圾变黄金 在低迷的景区中 开创了一套另类链金术 为物品 厂商 消费者 与自己打造一个多益局面 刚在新闻引战当中 你看到了俊翔 他创业成功的故事 而俊翔今天也来到 我们节目的现场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自己的心得 俊翔 这个当初你想说 要开始把这个机器品 拿来创业 应该有这个资金上的问题吧 怎么克服那个问题啊 因为本身是从事食品业务 那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可能会有 像我们以前的公司的老板 就是去提案 那他们会相当支持 我们这样的省钱习物住人的里面 所以才会有这样子 一部分资金 跟我们自己出资 然后才创立了这个集品网 那你从网路上起家 到你开第一家店 花了多久的时间 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而已 网路上 是到开第一家店 就十天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从网站上开始的 那刚好我们开始的那天 有新闻媒体报导我们 那相对的 就很多的消费者 比如说可能是婆婆妈妈 或者是比较年纪比较大的 他可能会打很多通电话进来说 你们东西要去哪边买 那我跟他们讲说是网站 他们一定说 那我们不会操作 那如果有没有地方 可以去买去拿的话 所以因为这种情况需求很多 所以我们才会有实体店面 这样的概念产生 那大家会比较想去抢购的东西 大概是什么 好像你有准备一些 让大家看看说 什么东西其实是 只要一上架 就算它是集齐品 也会马上消掉 基本上在我们这边的东西 如果是有价差出来的话 基本上都是很畅销的东西 像我们像这 好啦 重点了 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卖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原来的价钱便宜很多 来 这边看 因为我们像这种日本包装的东西 大家的印象当中都会 它可能都是一包 可能快六十几块 那像我们这种 像日本包装的东西又满漂亮的 那现在我们在我们这边卖 只要两包15元 两包15元 那还剩几天呢 很紧张吧 我赶快把它吃掉 还剩几天 它到9月底 到9月底了 OK嘛 如果你终于炒肉 全年设一定非常胖 全年设每年设 两包15元 因为我们东西跟他们东西 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们效期是稍微比较短的东西 那我们的价格 它也是用它的效期 所剩下的效期去定价 没有错 所以其实俊常做的 就是跟时间赛跑的工作 而且它抓到一个新的男孩 这些男孩 它们的商品都是所谓的舶来品 那舶来品最有时效性的问题 那全年它们都是比较是国产的商品 你只做舶来品吗 其实我们台湾 欧美 日韩的商品都有 都有 好 再来一个价差来 我们比较喜欢听价差 也有在我们这边 我们有跟他们合作这样 OK 好 来 你再来看看还有什么价差 像这个大家都看过嘛 这阿华店 那它像在正常通路的话 它可能要卖1包块到150 那现在我们在这边 只要69块就可以 150 69块 我记得它是到明年的1月份 那可以啊 对 这么久啊 你买来你还可以跟同事分装就好了嘛 是 是 是 对不对 立刻嘛 这办公室只要连上一条线 那不得了 还有什么来 俊翔 像这个也是日本的商品 那日本商品 看包装大家都很多年轻小女生都很喜欢嘛 那像现在这种 它一包可能要到60几块 现在三包只要99 我们都是用价差去吸引消费者 有打众消费者的心态 减平的心态跟习惯这样子 我可以问一个商业机密吗 你的利润有多高 基本上我们这种东西都铜板经济 我们可能利润的话 可能就是1块2块钱再赚这样子 就是每卖一个piece赚1块2块 我觉得你需要三年 对 你需要留个电话给我 但是它整一成功的 把一个韩国商品卖到不得了 很多公司 我跟你讲一个商机 很多公司初二十六是要拜拜的 拜拜就是买一大堆 我们都是我们的总机 随便乱买一堆 我也会跟他讲的找你就好了 对对对 而且他马上就吃掉 当天就吃光的 同事就分量就吃掉了 对对对 像我们之前 中元节要普度的 因为大家都拜拜 都赶快分一分吃碗 然后而且现在油店松长的情况下 大家可能会觉得 能省一点能省则省 那大家去买一些便宜的东西来拜拜 我跟你讲的 不是中元一年才只有一次 每个月 十五 这不是婆婆妈妈买的 全部都是公司行号 你只要供一栋大楼下来 我跟你讲 赚不完 他可以供好几栋大楼下来 确实有这个需要 那你现在年营业额已经不得了了吗 年营业额多少 年营业快接近 还没有了 还要努力当中 大概快接近快一亿这样 快接近一亿 那你这个未来下一年呢 你预期要突破多少 double吗 没有 我们只是在稳定中求发展不够了 客气了 因为我也怕可能打到 竞争 我跟你讲 你如果将来这家公司真的大发展了 你还不用找全联社的广告明星来做广告 你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很酷啊 那你现在年营业额已经不得了了吗 年营业额多少 年营业快接近 还没有了 还要努力当中 大概快接近快一亿这样 快接近一亿 那你这个未来下一年呢 你预期要突破多少 double吗 没有 我们只是在稳定中求发展不够了 客气了 因为我也怕可能打到 竞争 我跟你讲 你如果将来这家公司真的大发展了 你还不用找全联社的广告明星来做广告 你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很酷啊 今天上节目就是最好的广告了 对啊 好 非常谢谢俊祥 我们今天透过很多年轻人的故事 不管他们的创业 还是在代业当中 还是他们对人生有不同的规划 我觉得我们就是把现况跟大家做一个报道 那我觉得像这个副局长今天在现场 你要不要透过现在在职讯中心的一些数据 来跟所有的年轻人 最后再给他们一些讯息 就是说或许这也是他们未来的出路之一 刚刚几位年轻人 他们所提出来的从事这些工作 就我们是觉得啦 年轻人对于工作的热忱要永远保持下去 他才可能去创业 他才可能去学木工 学水电工 所以这个工作热忱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认为 就因为我们最近才做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是针对应届的毕业生 跟雇主之间的落差 我在这边举几个数据 给大家做参考 那这些毕业生将来会选择继续升学的 大学毕业 大概有33.6% 是蛮高的 那我们问他说为什么要继续再升学 因为暂时找不到头颅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难找 还不想进入职场 占多少 还没有觉悟 84% 这个真的是很高很高 我想我要在这边特别跟所有年轻朋友 特别提一下 除了我刚才所提的这些工作的热忱之外 我想大家应该要勇于进入职场 刚刚这几位年轻朋友 很好 勇于进入职场 年纪很轻 就勇于就进入职场来累积自己的经验 我想提早进入职场增加自己的经验 将来可以提早享受 提早自己获得的这些丰盛的成果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想因为失业率蛮高的 刚刚有提到超过4.3% 我觉得失业率蛮高的 可是我也在这边特别提到 所有的人青朋友 甚至中高龄的朋友 转业绝对永远不嫌晚 转业永远不嫌晚 转业 你看看刚刚有考台大的地职学生 他从这些工作他就转业了 这么年轻就转业了 刚刚我们这些创业的 但是也要警慎规划了 乱传转的不好 又要从头开始 他也马上转业了 我说我转业永远不嫌晚 但是我最后要加上一句话 就是不要怕来参加职业训练 学技专业的技术 这就是我们副机长的业务了 非常非常有帮忙 我们职业信任中心的 有超过4成以上 4成以上的来我们这边学习的 都是40岁以上的人 所以大家不要怕 在我们那边可以学到 非常非常好的专业的技能 非常谢谢几位来宾今天的分享 我要更特别谢谢 今天的年轻朋友 带来他们的故事 希望所有的台湾的年轻人 都可以很有自信 很骄傲的跟自己说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们也希望政府的工部门 企业界还有民间 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沈春华 从台湾看全球 带您掌握时事 看趋势 掌握未来 明天请您在八点钟的时候 继续锁定国际版的 从台湾看全球 明天再次 拜拜 谢谢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